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有时钟中面的时钟 所以我们在Google来找一个有中面的图 我们选图片 时钟 搜寻 我们在这么多中面里面我们来挑一个简单一点的 好 我们挑这一个 按滑鼠右键另存影像我们把它存到桌面 我们叫它时钟中面 储存 这样子我们在桌面上就会看到有一个时钟的中面 那我们开启Squatch之后我们用上传角色档案的方式 把这个时钟中面汇入 好 我们汇入这个时钟中面 那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时钟的一个中面 那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 这个我们在部落格里面曾经提到说 那像这种时钟它背部还有白色的底边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方式来把白色的底边去除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一个去背的一个时钟中面 好 有了时钟中面之后 这些我们需要把它去除掉 那我们在造型这边我们再来利用橡皮擦 嗯 我们利用选色的方式 我们选这个颜色 然后用画笔再去把它涂掉 好 老师再示范一次 我们要把这个时针分针秒针我们要把它去掉 等一下用我们自己的时针分针秒针 所以呢 这个技巧就是我选吸取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盖掉 就是用画笔拿这种颜色把它盖掉 所以我们可以弄搭一点 我们把它用白色跟它旁边颜色一样的 我们再弄搭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 好 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涂掉 好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我们不要的地方 我们用同样的颜色把它清除掉 好 大致清除干净 好 不小心 好 这样就是一个很干净完整的一个时钟 钟面 谢谢大家的带净